有何要事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 待会你们哥俩一块问问去 东阳侯刘元警戒 太后召见侯叔干什么 老臣刘元叩见太后 千岁千千 皇叔快请起 自作 谢太后 人老了 耳不聪眼不明的 这膝盖啊 都玩不起来喽 皇叔应该多来宫里走动走动 看看哀家 一则可以前化家常 二则也可以活络金箍 两全其美啊 是啊 我也想来这宫里走动走动 可是现如今呢 这进宫里面啊 都是些生面孔 原来我认识的老朋友啊 死的死 除的除 我想来想去啊 还是我在家里面好 什么事情都不管不问 也落得个赏心哪 皇叔言重了 您是三朝元老 曾随先帝征战天下 如今国泰民安 也该是您享福的时候了 今天找您来 就是有种喜事 想要跟您商量商量 喜事 是什么喜事啊 我那外甥女秦子 已是吉吉之年 我有意降旨赐婚 嫁给你们刘家 嫁给我刘家 哎呀 这翁主下嫁 是对我们刘家 最大的恩宠啊 但不知道 太后心目当中的 成龙快婿 是哪一位啊 我有两个立香人选 不是刘香 就是刘萱 这两个人 可是最好的人选呢 太后 眼界超群 老臣 佩服佩妃 他们两个 的确是国之洞梁 我真巴不得 两个都来做我的女婿 可惜啊 这秦子 只有一个 这倒也是啊 我就是想问问您的意见 这秦子嫁给谁 会比较合适呢 哎呀 太后太瞧得起老臣了 老臣虽然说是流氏一族的宗长 有权决定 有权决定两位兄弟的婚事 但是 翁主的婚事 还是应该由太后决断才是啊 我就是委托不下 所以才想问问您的意见 皇叔 您可万物推脱 那 老臣就直言了 以臣之见 这桩婚事是有关 翁主医生当中的幸福 所以还是应该 以翁主的意愿 来做最后的家宣 皇叔 果然深思熟虑 不过 因你之见 这秦子心中属意的 会是谁呢 依臣所指 前几日 刘轩戴罪赴底刑场 翁主为他割腕自杀 可见 翁主对刘轩用情之深略见一斑 老臣建议 翁主还是应该许配给刘轩才是 贼 哥 中嘴老匹夫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两兄弟的婚事 我们自己决定 用不着你来瞎操心 你是在对谁讲话呀 哥 别指责皇叔 你当然要记得说话了 你们两个不是传统好的吗 你让他在这说三道四 好让你和翁主拍上这门婚事对不对 刘轩 我还没召见你呢 你就贸然敬见 还口出狂言 成何体统 太后赎罪 实在是 实在是皇叔她太偏心眼了 莫想忍无可忍 才会冒犯太后 念你心烦则乱 乃无心之过 下去冷静一下吧 太后 那秦子的婚事 皇叔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还要再问吗 下去 臣告退 臣告退 是 这 这 刘轩 皇叔行动不便 你替哀家送送皇叔 遵致 老臣告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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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小骚铁子 我一不留神 你就勾引皇上 奴婢不敢 奴婢不敢 不敢 我看你的胆子大得很呢 没事就在皇上面前招摇 奴婢伺候皇上 也是娘娘吩咐的 可我没让你扶着皇上 奴婢是怕皇上前后行走不便 这才伤钱搀扶的呀 我看见皇上掐着你的小手 半天都舍不得放开 娘娘 奴婢冤枉 我就在皇上身边 皇上也没碰我的手 你猜 将来等我年纪大了 皇上眼里还会游磨吗 娘娘 下去 下去 下皇上去吧 娘娘 娘娘 饶命啊 娘娘 别怪我 要怪 就怪你青春冒昧 这只 皇上 你你看 太后此举的用意是 风化我和刘湘 打击咱们的刘家的力量 我大哥也太冲动了 那么容易就被人利用 更糟糕的是 不知道以后 以后还会耍什么手腕 来对付咱们刘家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皇叔 那 如果叫我大哥 去了寻子会怎么样 万万不可啊 如果你哥哥却翁主 那就是 以后的女婿了 一旦他要是 做了他的爪牙的话 那咱们刘家 再无翻身之日呢 我想 我大哥毕竟是刘氏子孙 应该不会辩解的 你了解你哥哥 还不如我了解得更深 皇叔 皇叔 驾 太后 您可真是高招啊 一下子就让刘元和刘湘 他们当场到番 微臣在旁边看的 简直是叹为观止 这比看耍猴戏还好看的 我耍猴戏 你把哀家当成咋耍的 不不不 太后啊 微臣哪敢啊 微臣哪敢有这个意思啊 奴才失言啊 太后啊 您先请喝一杯 正宗的明前茶 来 太后 您请 太后啊 微臣还有一事不解呀 问吧 太后 您怎么就如此肯定 这刘元能推荐刘轩 来选翁主啊 刘元这只老狐狸 他怕刘湘做我的女婿 会倒戈便捷 太后 我看 咱们索性跟刘元做个对 就让刘轩来娶公主 气死这只老狐狸 怎么样 不行 秦子嫁给刘湘 对我可是百逼而无一利 为什么 他们两个虽然是亲兄弟 可是个性完全不同 刘湘是个刻薄寡恩之徒 他之所以喜欢秦子 有一半原因 是要和弟弟竞争 只要他得到了秦子 我就完全没有控制他的筹码了 那公主一旦下降刘轩 太后您就不担心 刘湘在外面举兵谋反吗 我就是要逼他谋反 逼他谋反 太后 您可真是神机妙算的 微臣佩服 微臣佩服 天鹰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 是啊 你傻得可以啊 有什么事情大不了的 要拿自己生命来开玩笑 我不是拿生命开玩笑 我是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不会吧 又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更何况有我这个小神医 在替你诊治 你一定会恢复健康的 我不是因为久病不育 才产生厌世的念头 那又不然是为了什么 喂 你该不会是为了刘轩吧 你说的是那个木头人啊 木头人 是啊 刘轩那个家伙硬邦邦的 跟个沐鱼一样 不敲不响 我真的不知道他哪点好啊 值得你为他要死要活的 不许你说他的坏话 生气了 那你倒说说看 他到底哪点好啊 他哪都好 瞧你把他说得跟圣人似的 我就看不出来他到底哪点好 他很善良啊 很多人都很善良啊 我们家那个唐安 他就很善良啊 可是怎么没有女孩子喜欢他 还有他很正直 正直 我爹也很正直啊 你 你不认真听我说 不理你了 好了好了 逗你玩的 就以你的刘轩什么都好 他是个善良聪明 正直的大好人 大圣人 总可以了吧 就算刘轩是个善良 聪明正直的大好人 你也不必为了他去死嘛 你死了 那不就便宜别的女人了 好端端的 你太什么气啊 天一 我很羡慕你 羡慕我 为什么要羡慕我 我才羡慕你呢 你看看你 贵为翁主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有这么漂亮的衣服可以穿 又有好吃的可以吃 想要干嘛就干嘛 多好啊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可是唯独有一样东西 我得不到 什么东西啊 自由 自由 难道你不自由吗 天一 你不了解 我出生在皇宫里 长在皇宫里 一辈子也不能去想去的地方 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连嫁人 也更是由不得自己 为什么 像我们这样的皇宫女子 要不然就是嫁给王公贵族 要不然就是出于政治外交的理由 远嫁抑郁 终老塞外 无论是那些王公贵族 还是皇族抑郁 他们满脑子想的只有权利 没有人真正关心过 我们是不是有爱情 也许轩哥 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可是他却是我心目中 最好的男人 从小到大 我身边的人 只有他真心对我好 小的时候 我掉进了寒潭里 得了病 轩哥就一直守在我的身边 只要我稍微的有些不舒服 他就会在我的床边守一夜 每次当我从梦中惊醒过来 只要有轩哥在我的身边 我就什么都不在乎 什么身体疼痛 传不过来气 只要有他在 我就相信自己能活得下去 他不像那些王公贵族 浪漫肥肠 整天只想着争权夺利 我这辈子 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男人了 被你这么一说 刘轩简直是个十全十美的成龙快婿 你在皇宫外 见多识广 也许将来会遇上一个 跟他一样好的男人 你以为我能遇上多少好男人 我的生活里啊 除了我爹 大师兄 洛凡 还有那个笨蛋唐安 再也没有别的人了 最后 还不是我爹要我嫁给谁 我就嫁给谁 我也不逼你自由啊 谁关心过我的爱情啊 爱上一个男人 究竟是 什么样的感觉啊 你睡着了 好好睡啊 我睡着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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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疼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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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春年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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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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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